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座桃已经有十年了 它的气条蛮成熟的 这座桃屋是去年做的 里面还可以放上灯 当作灯具 这种古堡 也是做了很多很多时间才做成的 李宗盛很喜欢画图 可以说是他的最爱 还希望将来能够在画图上面有所发展 后来他模仿几罗的画 大家生活上看到的一些蚂蚁啊 树啊小动物啊小昆虫啊 都用一些别人画的方式 要不要先出来 一般帮忙同学洗碗 而且教导同学一起洗碗 去饭的时候金山帮忙 为每位同学添汤 金山喜欢一面听音乐 一面看地图 还有公车路线图 他把公车路线背得很熟 然后等到放假的时候就可以去逛街 金山很会带同学一起玩 他有时候讲话非常地幽默 会逗他们开心 他是个善良的孩子 很会照顾同学 我是金山的哥哥 刚才各位看到的是对面后过的金山 事实上在他20岁以前 他跟一般的知道孩子一样 每天被关在家里面 深怕他发生了很不错 他最近这十年来的成长 那么他开始慢慢地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热爱自己的生命 热爱这个社会 所以我觉得他的成长 是这个社会给他的帮助 他的成长是大环境给他的协助 当年也是数人基金会给他这个机会 所以在这里呢 我谢谢大家给他的帮忙 也谢谢这个数人基金会 周大帮我家基金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谢谢 上帝要这位小天使告诉我们 应该把痛苦留给自己 把快乐带给大家 大官到天国去以后 他的爸爸妈妈受到这种精神的感动 所以有今天这个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所做的事情 我想样样都值得我们尊敬 样样都有意义 我希望这个基金会 能够继续地发扬 有更多的人加入 有更多的支持 我相信有一天 大官的大官的爸爸妈妈 跟他同样的 会是传达上帝爱的信息的天使 那今天的得奖人 我要特别地表示尊敬 各位在身体上 虽然有欠缺 但是各位的心美好 各位的意志 各位对生命的热爱 对样样使人感动 我相信各位一定有一天 会跟大官一样 作为传达上帝爱的信息的天使 把痛苦留给你自己 把快乐带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